一年一度的米兰时装周又开始啦 各大品牌带着他们的明星代言人和品牌大使好友们起居意大利米兰 受Prada邀请的明星有蔡西坤 杜娟 李依童 陈多林 张信成 谭剑次等 受Gucci邀请的明星有肖战 李宇春等 受Fandy邀请的明星有许光汉 陈肖 宋雨琪等 受Tags邀请的明星有刘诗诗 刘文等 这也是内地娱乐千明星们自三年疫情后代首次时装周大聚会 出席的明星人数非常多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炫酷造型 选出你身为最时尚的造型吧 蔡西坤 蔡西坤此次的造型最亮眼的目过于那头金粉色的短发 非常细心图目 无论是搭配格文大衣还是黑色皮衣都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 杜尖杜尖一如既往的走性冷淡风 黑色的皮衣 彰显高冷的性格 粉色的手带 又为杜尖高冷的气质尊天几分柔和 李依童 甜美分的李依童 身着棕色连衣裙 造型没有什么槽点 但也没有太大的亮点 属于重规重矩 刘涛不以时尚著称的刘涛 此次米兰时装周造型非常亮眼 身着白色西装和闪亮的金属感内搭长裙 看上去高贵又华丽 涛姐的造型可以说是此次米兰时装周女明星之罪了 张星成气质清新的张星成此次选择了与自己气质不太符合黑色皮衣 但青绿色条纹针织山内搭出现的恰到好处 显得技巧清新又有点忧郁 弹剑刺 弹剑刺的造型重归重矩 没有太大的槽点 但也没有什么亮点 看来这次弹剑刺主打安全牌 肖战肖战这次的造型主色调势棕色 选择三种深浅不同的棕色来营造舒适休闲的氛围 内搭 外套 裤子颜色依次加深 更有层次和细节 看起来非常清爽 刘诗诗 刘诗诗 身穿浅蓝色牛仔拼接连衣群 白色 浅蓝 深蓝的撞色拼接看起来既舒适又干净 非常符合刘诗诗一直以来人淡如渠的人设 李宇春时尚宠儿李宇春目前只有街机图可以看 正式看秀 造型还没出 徐光汉一身重归重矩的黑色西装盒 黑色内搭 黑色鞋子 可以说非常普通了 成肖成肖的造型太大的槽点倒也没有 只是非常不像是来始装中看秀的 嗯 造型是浪费了成肖的好身材 宋语奇看不懂的穿搭造型 这个裙子 这个鞋子 满满的槽点 这一身非常的日常 只能说根本不适合在珍奇斗艳的时装中上出现 宋语奇跟陈霄都像是走错了片场 误入时装中 蔡依林如果说 其他的女明星 拿明星最差也只是重归重矩 走错片场 那这位简直可以叫雷人拉眼睛 粉色的羽绒服外套 白色的内搭背心脱着长长的沙质盆盆裙 简直让人怀疑蔡依林是不是把家里小朋友的公主裙穿在身上了 下半身穿着宽松的浅色破洞牛仔裤 配上爆炸头 不能说秒杀全场艳压秦芳吧 只能说是非常辣眼睛 非常土 不禁让人感慨 2023年了 弯弯的明星造型居然能土成这样 盘点了这么多明星的看秀造型 你最喜欢谁的造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